今天好熱喔 然後我今天頭髮呢 是不是很有才華 就是這種 嗯 因為我頭髮現在過渡期真的是很慘啦 完全看不到啦 捲起來之後就往旁邊撥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立體 復古的瀏海 很適合今天的主題 因為我今天呢 要來開箱衣服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那種 法式復古風 這種小碎花的洋裝啦 或是那種復古的襯衫 然後搭配那種直筒的牛仔褲 就覺得好好看 就是最近在滑IG就一直會被燒到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牌子呢 是我看到Apple有一個影片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在講 Severisho家的衣服 就覺得 他們家衣服也太美了吧 立刻 好的 我現在就來拆 今天早上才收到 就立刻拍片 因為我實在太期待了 而且剛好就是明天要跟Pinky去逛一間古董店 然後我就想說天大太適合 然後我訂了 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件衣服 然後一個包包跟一個飾品 其實他們家的網站還蠻好逛 就是他有一些絲巾 然後髮飾那些 我都覺得好美 可是我就很怕 我可能一個不會搭 就看起來很像唇骨 所以 我就先 好不好 Maybe下次 Maybe下次 OK好的 首先第一件是這個 黃色的襯衫 他這個有一個 蓬蓬秀的 細節設計 還蠻美的 然後 他的這邊啊 領子這邊也是 滾小花邊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這個刺繡 然後他的 扣子是 玫瑰花的耶 喔 有夠格子 有夠格子 他比我想像中好看非常非常多耶 因為我本來還很怕 這邊的 會顯得肩膀很寬 結果他不會 很好看 很滿意 而且我本來很怕 黃色就是會太 就是太黃 就是怎麼講 不顯氣色 但他這個黃非常非常淡 感覺這邊在沾一個項鍊 覺得 沒死耶 好的 下面一件也是一件襯衫 反正 我就是 最近還蠻愛襯衫 而且我很喜歡這種 這邊是V領的襯衫 就我不是很喜歡那種太正統的襯衫 是這邊是 扣子會扣到上面的 我是喜歡這種就是 這邊比較不會覺得雷脖子 這邊比較顯 有沒有 修長的感覺 所以呢 我的下面這一件也是這種林子 就是他是 不是扣到最上面的 好美喔 他這邊是有一個切口在的 然後這樣下來 好美喔 而且重點是他的細節 你看他的扣子是珍珠耶 好美喔 然後你看他這個袖子這邊 這個細節 我的天啊 好美喔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家在三樓 然後我又面對著窗戶錄影 然後覺得一個在散步的阿伯 一直在看我 還好我剛換衣服是在那個 我的另外一個房間 而且他今天走兩步就停下來是怎樣 好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好啦 現在目前兩件我真的是 很滿意耶 而且我覺得這一架衣服就是不會到太貴 雖然說沒有很便宜 但是不會到太貴 所以我覺得以他的就是整個精緻的細節 我覺得是CP值是滿OK的 而且他雖然說是外國網站 但他有那個香港的 所以他有繁體中文 然後他還可以Apple Pay 我真的相當開心 Apple Pay就很方便啊 我就不用在那邊打我的卡號資訊了 OK 接下來就是我完全被Apple燒到的 就是這一件牛仔褲 因為我一直在找就像Mom Jeans那種牛仔褲 但是我的Mom Jeans就是有點沒有彈性 然後我看到Apple影片裡面有講說 這一件是有彈性的那種肢痛高腰牛仔褲 我就直接下單 但我現在有點擔心 因為我是那種屁股超大 但腰比較小的那種人 所以好 我去試穿 我覺得這一件我好像可以再拿小一號耶 OK 我把我26腰的牛仔褲換成25腰的 所以這一次穿起來就剛剛好 他不是那種很緊身的牛仔褲 他是在大腿以下呢比較寬鬆 然後在大腿以上 屁股啊 腰啊那邊因為有彈性 所以其實又還滿顯身材的 我個人是超喜歡像這種Mom Jeans的 版型的牛仔褲 而且他在我腰跟臀部那邊超順 好的 接下來就是我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我的羊唇 好 這件也是被Apple燒到的 好可怕 一直被燒到 好 那我先穿這一件好了 因為他這個花色真的好美喔 大家 這件穿起來我整個氣色都變很好耶 然後你看他的袖子跟剛剛那件黃色襯衫是一樣的 這種袖子 欸這種袖子很美耶 然後他一樣就是這邊是 他有做一點點公主袖的設計 但我也覺得不會讓我覺得好很大一隻 然後他這邊全部都是包補的扣子 所以他細節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而且他後面是有綁帶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穿起來會不會沒有什麼腰身 很美耶 而且他這個長度就是高個女友好 而且他一樣的花色有出 我記得他有細肩帶的 然後還有那種比較寬一點點肩帶的 然後還有跟這一件一樣 但是是短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花色的話 他就是有很多款給你選 好的 現在已經五點半了 外面的光已經快不行了 但是我趕快把它講完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哪一種洋裝嗎 這種洋裝我超愛的 他就是那種這邊然後會有點鬆鬆的那種一字鈴 超級美 只是我現在有點怕我屁股塞不進去 因為我拿了S 我這邊全部都拿了S 但唯一這一件有一點點可怕是 他那個臀圍那邊寫95 但是因為我的臀圍呢 大概有時候會到99嘛 所以我有點擔心 好的 這件是不是也超美 這個是跟這一件就是完全不同感覺的衣服 他就是一個很可以正式穿的衣服 但我覺得他的顏色又蠻可愛 他是一個咖啡色 因為我平常看到這種衣服都是出比較 真的是那種出席正式場的黑色啊 或者暗紅色 我比較少看到出這種咖啡色 我本來怕他這邊會太低 因為我是AACUP 他後面可以調這個肩帶的長度 所以這一件我覺得小胸友好到不行 如果小胸想要耍性感 就是出席正式場合的話 這一件真的很美 而且他還有紅色跟藍色吧 但我覺得這咖啡色還蠻漂亮 因為他是一個有光澤感的暗色 本人就是174穿起來的長度就是超過 超過膝蓋一點點 然後他還有附一個這個袋子 然後這個袋子不是給你把腰上哦 他就是官網上面的圖片是這個 他是繫在脖子上 這些脖子上我直接 我直接巴黎左岸耶 好的 接下來是他們家的飾品 珍珠的項鍊 對我本人就是非常愛珍珠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我幾乎365天都是戴珍珠耳環 我超愛珍珠 我看到他們家飾品也蠻多珍珠元素 我覺得還蠻嗨的 然後我選的是一條這個 看得出來嗎 我稍微研究一下 他就是這裡有一個圈圈 然後你要把這個大珍珠穿過去 欸他設計很特別 而且他是一半是金屬 然後一半是珍珠 然後再搭配這個小胸友好的洋裝 你就是Queen 好開心哦 這個開箱怎麼開得這麼開心啊 然後身為就是YouTube界 呃 包包裡有什麼王者的我呢 怎麼可以掃了包包呢 對 我訂了一個也是咖啡色的包包 欸這包包還蠻大的耶 等一下 他是一個腋下包 然後他有出白色黑色跟咖啡色 然後因為我好像沒有一個 這種風格的包啦 我好像比較沒有 好美唷 受不了 我是剪刀的 但我現在穿這個咖啡色的洋裝 好像不太適合背這個包包 呦 他的細節 都做得很好 不是那種便宜貨的感覺 他裡面是長這樣 非常的防盜 我就是看中他是 裡面還有一個拉鍊 我就覺得還不錯 因為有時候你忘記鎖嘛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設計還蠻好的 然後裡面空間很大耶 因為他本身其實就不是那種很小的腋下包了 然後裡面有一個拉鍊層 跟一個可以放 maybe 粉餅口紅的一層小層的 而且我好愛這種腋下包是 就是他的背帶不會太短 就不會覺得腋下卡卡的 快點 全世界人都在看我的包包 好好看 好的 那今天就是歡樂的開箱就到這裡了 今天好像除了牛仔褲有點太大之外 其他我都好滿意喔 影片資訊我就會放在下面好不好 大家好那就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拜拜 Goodbye Goodnight For now Goodbye Goodnight For now Goodbye Goodnight For now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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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